放眼望去全部大楼全都崩塌 断源残壁 921大地震画面出目惊心 921发生的1999年 规模6以上地震全年有13个 今年短短6个多月 已经累积6次 恐怕会成为921后 规模6以上地震最多的一年 它并不是一个地震耗发区 它累积的能量应该还蛮多的 重古的西边 它是属于比较刚性高的 它释放能量的时间 一样也会比较久 中央山脉断层来讲 它的地震会发生在重古 靠近中央山脉这边 三四年两三年 好像就会有规模6等 以上地震在这边发生 像今天这种6公里7公里 不排除一定会有 这次的主震在中央山脉断层 并非以往好发的花东重古断层 地牛平翻身 今年大震似乎特别多 根据气象局统计 2020年全年有349个地震 2021年暴增超过四成 逼近500个 今年也已经累计超过300起地震 地震晚了以后 能量释放或怎么样 它会影响到临近区域的一些断层 让它提早引发地震 上半年六起应该已经是很多 按照概率 下半年应该是不会那么多 全台阵部庭庄大学教授李希提也示警 百年周期将至 加上能量在不同地点接连释放 剩下的压力很可能会集中在板块界面断层 一旦出现裂缝 恐怕会发生规模8以上的海溝性地震 华宇新闻 无名夜白云飞总统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